欢迎来到阅读雷达 发现令人惊艳的书籍 探索丰富多样的阅读世界 今天要为你解读的书是 医学的温度 说起现代医学 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会觉得 它是一门科学 既然是科学 那就应该讲究逻辑严谨 客观理性 容不得太多感性因素 所以医学工作者的职责 就应该是冷静地分析疾病 然后对症治疗 然而这本书告诉我们 这种理解是片面的 医学不应该只是冰冷的诊断和治疗 而应该有更多的温度和关怀 虽然现在医学发展得很快 能治愈越来越多的疾病 但并不是所有问题 都能在病床上得到解决 比如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 医疗供需越来越不平衡 病人逐渐成了病 而不再是人 医生在生理上治愈疾病时 常常忽略了对病人心理上的关怀 因而医生失去了很多患者的信赖 诸如此类的种种现象都证明 医学确实需要重新找回自己的温度 这个观点是本书作者 从半个世纪的思考心得中得出的 作者韩启德 是我国著名的病理生理学家 他长期从事分子药理学和心血管 基础科学研究是中国科学院和第三届世界科学院院士 曾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 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 获得过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和良和力科技进步奖 医生的学术成就斐然 作为一名医生和医学学者 韩启德不仅有丰富的从医和医学研究经验 而且深具人文情怀 他常常从医学的使命这个角度 来思考医学的发展方向 对医学的现状进行反思 在这本书里 他以医学的温度为主题 阐述了对医学现状的种种看法 提醒我们应该认清医学的本质 让医学始终以病人为中心 既追求技术的进步 也重视有温度的人文关怀 对医学温度的倡导 可谓说出了所有人的心声 因为包括医生群体在内 每个人都是潜在的病人 都会有求医问药的一天 医生和病人之间存在高度的信息不对等 而这本书 从医学的宗旨目的统计学意义上的 医疗性价比等底层逻辑出发 为我们厘清了一些 习以为常的认知误区 这本书入选2020年度商务印书馆 人文社科类十大好书 也是第十六届文经图书奖推荐图书 很多人读后都给予高度的评价 那么接下来 我就从三个问题出发来 为你解读书中的主要内容 首先 医学的本质目的是什么 为什么说过度治疗不可取 其次 技术智商论会给医学带来哪些负面影响 最后 现代医学要如何增加 人文关怀 我们先回到一个根本问题 那就是 医学的目的是什么 或者说 医学到底是干什么的 可能很多人会说 医学的目的 不仅仅是治病救人 这个回答 似乎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 实际上 却并不那么简单 首先 病是什么 本身就很难定义 艾滋病 新冠肺炎等 都没有争议 但有些生理现象就难以判断 比如老人的骨质疏松是否算病 高血压是否算病 这都没有明确的答案 骨质疏松 可以被看作是人类正常的衰老现象 而很多高血压患者 可能中期一生 也不会受到高血压 或其他心脑血管疾病的影响 因此 对于他们来说 高血压是否能被看作是一种病 就难以确定 仔细思考会发现 究竟什么是病 本身就很难定义 因此 治病不能简单地成为医学的唯一目的 那么 医学的目的是否可以定义为 延长生命呢 这也并不合适 人有生老病死 每个人从出生到成长 衰老 再到死亡的过程 都是不可逆转的 作者认为 医学的任务 只能是保护这个 正常的过程 衰老本身并非疾病 医学也不可能阻止死亡的到来 在面对生存无望的病人时 如果为了延长短暂的生命 而给予病人施加巨大的痛苦 显然也与医学的本质相违背 那么 医学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在韩启德看来 人体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系统 生命是各个部件之间 动态平衡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平衡是相对的 失衡是绝对的 疾病和死亡是每个人都会有的生命体验 医学不可能消灭它们 能做的只是帮助人们建立新的平衡 减轻病人的痛苦 这才是医学的真正目的 既然医学的目的是帮助人体建立平衡 减轻病人的痛苦 那么医学就应该在这条路上 一路向前 然而 实际情况是在追求这个目的的过程中 出现了很多过度医疗的现象 其目的虽然是好的 但实际上并不可取 比如可能绝大多数人都会认同 早筛查 早诊断 早治疗 是对抗疾病的一个好办法 通过鉴别 可能引起疾病的危险因素 在疾病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 就将潜在的危险因素消灭 这种观点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 但作者用高血压和癌症的例子告诉我们 早筛查 早诊断 早治疗 很可能导致过度医疗的发生 并不一定能提升社会的整体健康水平 今天慢性病是生命的头号杀手 慢性病之所以被称作慢性 是因为它一旦发作 就很难彻底治愈 因此 为了应对慢性病 最好的方式是防患于未然 从源头上防止慢性病的发生 具体方法就是控制危险因素 那么 什么是危险因素呢 每种慢性病都有一定的发病概率 如果某种因素 能让群体中疾病的发病概率提高 这种因素就叫做危险因素 相应的 如果能控制住这些危险因素 这种疾病在人群中的发病率 就会降低 例如 高血压是一种典型的危险因素 大多数高血压患者 平时并没有症状或不是感 但高血压会显著提高一个人 患上心脑血管病的风险 因此 从这个角度看 高血压就是心脑血管病的一种危险因素 既然知道它是危险因素 我们自然会去想 为了防止心脑血管疾病发生 我们应该提前控制好高血压这个危险因素 大量的研究表明 控制血压 确实可以降低 25%到30%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 所以从人群的角度来看 针对高血压进行治疗 肯定是有效果的 但关键的问题是 这项治疗的成本和收益 是否相匹配 比如对中国40岁以上的高血压人群来说 他们10年内心脑血管病的发生率 最高在15%左右 降低30%的发生率 也就是把15%降低到10.5% 换句话说 如果有100个40岁以上的高血压患者 通过服用药物控制血压 在10年内 理论上只会有4-5个人 因为控制血压 而避免心脑血管病的发生 另外95个人用不用药的结果 都是一样的 而且现在国际上通用的高血压标准 是140-90毫米拱柱 血压比这个标准稍高10%左右 可以称作轻度高血压患者 2012年的一项针对轻度高血压患者的研究发现 他们经过了4-5年的降压药治疗 与不治疗组相比 总死亡率 关心病发病率和脑促重发病率 在统计学上都没有显著差别 而服药者中有9%的人 因为药物的副作用而不得不终止治疗 通过控制高血压来降低人群中的 心脑血管发病率效果有限 考虑到降压药的副作用和服药带来的经济负担 这种控制慢性病危险因素的意义就更值得商榷 如果不根据实际情况 对血压超过标准值的人群一律进行降压治疗 就属于典型的过度治疗 这是不可取的 同理 对癌症的过度治疗也是如此 从2005年到2009年 我国主要癌症的5年生存率相比于上世纪90年代 都有显著提升 这种提升肯定离不开医学技术的进步 但作者同时指出 在超生CT 核磁共振 特异性肿瘤标记物等先进诊断技术的使用下 很多原来没有症状的难以发现的 进展很慢的和不会转移的惰性癌症被发现 这些惰性癌症患者的病情轻微 有的甚至在病人余生都不会引发症状和病痛 更不会致死 正是他们的存在 才整体拉升了癌症患者的5年生存率 一项韩国的临床调查研究就很能说明问题 自1993年开始 在健康人群中广泛实施甲状腺超生检查后 韩国甲状腺癌患者数量迅速增加 到2011年增长了15倍 然而在这段时间内 因患甲状腺癌而死亡的人数却一直保持稳定 也就是说 新增的甲状腺癌患者患的基本都是病情轻微 或者根本没有任何病情表现的惰性甲状腺癌 但代价是 几乎所有被诊断出来的病人 都接受了放射性治疗或者甲状腺切除手术 15年后 患者需要终身服用甲状腺素 其中也有13%的人出现了各种副作用症状 另外 研究表明 如果对50岁的西安人群进行肺部 CT检查会有50%的概率 发现肺部存在结结 但按照人群10年死亡风险率推算 其中96.4%都不致命 即使在不是西安的人群中 CT筛查也有15%的概率 发现肺部节节 但其中99.3%都不致命 作者还对比了肝癌 前列腺癌和乳腺癌等多种癌症的临床数据 总结出一个常见规律 采用越先进的诊断技术 做越多的检查 就会发现越多的癌症患者 但全社会因患癌而死亡的总人数 却不会因为检查技术的进步而有明显改变 所以不管是对心脑血管病还是癌症 虽然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在理论上能降低患病的风险 但针对这些疾病很容易出现过度治疗 这机会给患者家庭带来巨大负担 也会造成公共医疗资源的浪费 对社会整体福利产生负面影响 作者认为正确的做法 应该是在加强研究的基础上 具体病例具体分析 而不应该蜂拥而上的过度治疗 毫无疑问 技术是推进现代医学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所以我们利用技术重视技术并没有什么问题 但现在的实际情况 是一些医学工作者奉行技术至上论 把技术当成了医学的唯一准则 让医学失去了温度变了位 接下来的第二部分 我们就聊聊技术至上论 会给医学带来哪些负面影响 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感谢医疗技术的进步 它帮我们减轻或消除了病痛 带来了健康和长寿 技术本身并没有错 但技术至上论的关键在于至上二字 这种观点把技术放在首位 而忽略了医学应该重视的其他方面 这本书名为医学的温度 提倡医学应该具有温度 但技术至上论 恰恰会让医学失去温度 变得冷冰冰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根据作者的论述 我提炼出了四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 技术至上论一旦逐渐占据主流 就会消除病人的主体性 让医学的根本目的变得模糊 在过去 一个人是否有病 主要取决于他自己的感受 患者拥有对自身健康状态的 首要发言权 然而 现代疾病大多通过 仪器检验和化验数据来定义 仪器成为了判定一个人 是否患病的评判标准 即使在我们感觉身体正常的情况下 只要化验数据不符合标准 我们就可能被定义为患者 在这种情况下 医学与患者之间的距离逐渐加大 医生更愿意相信仪器设备 而忽略患者的心理因素 治疗也更注重维持患者的生命 而不充分考虑勉强维持生命 可能给患者带来的痛苦 这显然与医学的根本目的相悖 其次 主导现代医学发展的还原论逻辑 已经遇到明显的局限 现代医学的基本逻辑是 通过现象还原本质 找到疾病的根源 然后有针对性的治疗 这种逻辑表面上看似没有问题 但实际上存在明显的局限 例如还原的过程无休止的细分 从人体组织还原到细胞 再从细胞还原到分子 这种过程何时才是个头呢 而且还原的越细 整体整合就越困难 容易只见细节而忽略整体 在大医院就医时 由于牵涉面广 一个病人可能需要挂上多个科室的号 但并不一定能找到病因 技术智商论给了资本侵蚀医学纯洁性的机会 技术的发展离不开资本的推动 但同时也可能被资本的逐利性所污染 例如2013年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爆出批准上市的抗癌药中有75% 实际上是无效的 2016年 美国癌症研究所的专家评价 自2009年以来 批准上市的83种抗癌药 基本上都没有实际效果 即使是公认较为成功的靶向药 对癌症也没有根治的作用 只能使一部分患者的平均寿命延长几个月 而代价往往是昂贵的医疗费用 身边也有不少例子 作者指出 近30年来 中国新上市的降压药虽然很多 但他们的疗效和以前的降压药相比 并没有明显的优势 却要贵上几倍 甚至几十倍 然而 在医疗市场上 这些昂贵的降压药 却占据了主导地位 这背后不可否认的 有资本的力量在操控 资本对医学的影响 还体现在对学术的侵蚀上 许多医药企业 凭借资本 严重腐蚀了医学杂志和医学论文 美国医学会杂志 曾做过一项调查 发现11%的医学专家承认 曾为了利益在刊物上发表过论文 另一项统计显示 2012年 柳叶刀杂志上的临床试验文章 平均每篇能为药厂 带来27.8万英镑的收入 在这种情况下 医学要保证自身的科学性和纯洁性 变得困难 技术至上论 还引发了伦理道德问题 如基因检测 可能导致基因隐私泄漏 基因编辑技术的滥用 可能导致社会问题 例如 南方科技大学前教授贺建奎 私自建造的两名基因编辑婴儿 引发了全球对技术的讨论 技术至上论也带来了一种倾向 即只考虑新技术的发明 而不考虑有多少人能够享用这些技术 不考虑人们的经济承受能力 以及对社会的不良影响 这可能导致新的社会不公平 技术至上论的负面影响 让医学失去了温度 医生和患者之间的距离变得更加疏远 引发了一系列伦理道德危机 针对这些现象 韩启德认为 关键在于医学中的人文关怀 现代医学的属性 主要归结为科学属性 社会属性和人文属性 科学属性表明 医学本质上是一门科学 发展依赖科学技术的进步 社会属性强调 医学与整体社会之间的紧密关系 医学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 密切相关 人文属性则决定了医学的价值 既有客观标准又有主观标准 人们对医学的价值判断并不总是客观的 现代医学在处理医患关系上遇到了困境 与20世纪以前的医疗方式相比 现代医学更注重客观效果 而忽视了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人文关怀 导致医患关系的困境 医学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然而与此相矛盾的是 医学也在今天 引起了人们强烈的怀疑和不满 这一矛盾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 许多医疗工作者忽视了医学的人文属性 过于专注于客观疗效 而忽视了病人的主观感受 因此 尽管医学在治愈更多种类的疾病方面取得了成功 但病人的满意度并没有显著提高 医学的人文属性要求医生不仅要治病 还要关心患者的心理状态 作者强调了 心理因素对人的健康产生的极其重要的影响 例如恐惧容易导致癌症 而癌症也会引起恐惧 很多癌症患者在未发现疾病时可能表现正常 但一旦发现患有癌症 由于心理压力很容易迅速去世 韩启德曾经在乡村担任医生 尽管当时医疗条件有限 但通过安慰治疗 他治愈了许多人的病 他认为疾病的根本危害在于伤痛 而伤痛是主观的感受 因此通过在主观上 给予患者关爱和照顾 医生可以是半功倍 他特别强调了一句话 医生的工作是有时去治愈 常常去帮助 总是去安慰 在医学界 有一种说法是 在康复的病人中 有三分之一是不治自愈的 有三分之一是通过看医生 获得心理上的安慰而康复的 最后的三分之一是由医生治愈的 作者认为 尽管这种说法不算准确 但大致上意思是正确的 心理效应对人体的影响 在医学界得到了公认 最典型的例子 是安慰剂效应 在研发疫苗时 为了排除心理效应的影响 进行随机双盲对照实验 是必要的 医生不能忽视心理效应 对病人的影响 也不能忽视医患关系中的人文关怀 然而当前的情况是 很多医生过于重视技术 而忽视了与患者之间的心理联系 医生在看病时往往 不与患者建立良好的沟通 只是简单地了解症状后 开出一系列检查单或药方 缺乏温暖和关怀 医学的目标是 协助人体建立新的平衡 减轻病人的痛苦 显然 如果缺乏人文属性和关怀 这个目标将难以实现 既然医学需要人文关怀 那么现代医学应该如何确保人文关怀呢 通过作者在书中的观点 可以总结出三个方面的要求 首先是社会观念方面 每个人都应该树立豁达的疾病观和生死观 人类与大自然和其他动物 并无本质区别 都会经历生病 衰老和死亡 尽管医学致力于减少病痛 并延长寿命 但大自然早在生命开始时 就为其埋下了死亡的种子 因此 医生和病人都需要树立正确的疾病观和生死观 避免过度医疗 不应牺牲生命中其他有意义的食物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在医学的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得到尽可能多的帮助和慰藉 否则只会带来痛苦与失望 其次 在医疗程序方面 应该回归以病人为中心的价值医疗 所谓价值医疗 指的是病人认可的有价值的医疗 这个价值不在于理论的深奥或设备的高级 而在于病人的切身感受 医生和仪器如果主导一切治疗决策 病人将失去自己的主体地位 与医学的根本目标相悖 因此 不管医疗模式如何 医疗决策都应该在病人知情的前提下进行 最后 在医学教育方面 作者呼吁 加强医学的人文教育 他认为加强人文教育 是医学教育最根本的任务 尽管现代医学技术 给予人类带来福音 但如果缺乏人文关怀 容易陷入技术主义的陷阱 学校有责任有意识的培养老师的言传身教 以确保医生学会将病人看作人而不是病 在评价医生时 医者人心的道德品质 常常受到高度要求 在疫情等灾难时刻 医护人员表现出的奉献精神 常常感动人 中山大学医学院的一幅对联 医病医身医新救人救国就是也 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医学的重要性 医生致力于医学技术和理论的探讨 他却敏锐地认识到技术讨论中 不可忽视人文因素 他强调医学同样需要温度 不再是一门冷冰冰的科学 而是充满人情味的学科 作为一名医生 他亲身经历了许多血肉模糊和生死别离 但这并没有使他变得麻木 相反 这坚定了他医生的信念 既然活着就应该为他人服务 在医患矛盾依然凸显的情况下 对医学温度和人文关怀的呼吁 变得尤为必要 这本书纠正了技术质上的观点 呈现了医学和医生应有的形象 总的来说 这本书提供了对医学的新视角 强调了人文关怀的重要性 对医学人文语观看